我們已經可以把車越甩越遠了 相信你們練習到第六週的時間 身體已經進步了非常多 歡迎收看這禮拜的 WINS4LIFE 15週變強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接下來第六週的訓練 也就是我們基礎期的最後一週 撐過這一週之後 我們就要在下一週 會有一個減量週放鬆期出現 OK 那這座的課表就像這樣 強度跟三日週沒有差別太大 禮拜一一樣是維持肌力核心的訓練 那禮拜二呢 我們的訓練內容 從上禮拜五十分鐘 到現在變成了六十分鐘的游泳耐力跑 強度一樣是維持1.5去的強度 跑完記得要跑一百公尺三趟的加速跑喔 那禮拜三的部分呢 一樣是休息日 休息日記得好好的滾筒按摩 放鬆一下 那禮拜四呢 是這禮拜的 稍微的比較有強度的訓練內容 強度呢一樣是三十分鐘 2.5去的馬拉松配速跑 那跑完之後 記得要跑兩百公尺五趟的速度訓練 強度呢 我們定在六點零區的強度 那在六點零區的兩百公尺五趟的情況下 跑起來身體感覺會變得很輕快 希望你可以記得這感覺 來應付明天的間歇訓練 那到了禮拜五呢 就是我們的間歇訓練啦 這禮拜的間歇訓練內容呢 是跑八百公尺 要跑六趟 那每一趟的訓練強度呢 是五點四趟的強度 在每一趟訓練當中 從上禮拜六百變成八百 你喘的時間會延續的更長 希望你可以在第二圈 第二個四百公尺 想辦法讓你身體衰竭的時間點 延後一點出現 調整你的呼吸 讓你的八百公尺可以跑得越輕鬆喔 那每一趟強度是五點四趟 休息時間呢 是跑完兩圈八百公尺 原地休息一分三十秒 時間到了就出發下一趟 總共只有六趟的時間 那禮拜六呢 也就是我們的休息日啦 這禮拜休息日 因為前面累積的疲勞會比較多 那記得在今天 適合去稍微游泳 走一走 稍微放鬆一下你的肌肉 不要這麼緊繃 來應付明天最後一次的 游泳奈地訓練 OK 那明天就是我們 游泳奈地週期 基礎期的最後一次訓練啦 那禮拜天的部分呢 我們的訓練內容 是90分鐘的 1.5趨強度慢跑 90分鐘已經拉長了 一個半小時的距離 所以在這樣的距離當中 請你身體慢慢的逐漸適應 習慣這樣的訓練強度 你才可以在你的比賽當中 維持 不要這麼快被車追上的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在90分鐘的訓練強度當中 一樣維持是1.5趨的強度 那在跑完90分鐘的長距離 游泳奈地訓練之後呢 我們一樣要跑100公尺 兩趟的加速跑 那跑完這兩趟加速跑呢 希望你身體可以帶為很輕快的感覺 來做這禮拜的休息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訓練啦 希望這六週的游泳奈地訓練 可以讓你基礎打得夠穩固 來迎接我們下禮拜 進展期的課表吧 那接下來 我就來教你們一下 為什麼跑到後面 甚至是見識訓練的時候 都會側腹痛呢 為什麼會側腹痛 其實跑步當中啊 側腹痛是一個身體的保護機制 當你開始感覺側腹痛的時候 代表你現在的強度 可能對你來講已經太高 身體已經快負荷不了 所以身體開始出現警訓告訴你 速度跑慢一點 不要讓自己這麼喘 那也有可能是你在跑步前 太接近的時間 做吃東西的動作 那你的身體還沒完全消化完成 這個時候讓你側腹開始覺得不適感 那這個時候 這兩種都有可能發生喔 你只要把你的呼吸稍微調節 做兩到三次的深呼吸 甚至是你在跑步當中 原本在很快的速度之下 你要稍微做停留 讓你的速度做改變 這時候身體的心率開始下降 你的側腹痛的問題 也會有所改善喔 我會想看 但你絕對這時候 也會有忘記 那些時間 我會想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